这里是西兆非常美丽的群山内港码头 远处夕阳下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1936年建造的长巷野炼厂的大烟囱 群山内港是朝鲜时期的曹仓 群山仓和镇守群山仓的群山镇所在的群山府口 群山内港是朝鲜日治时期群山府口的名称 日本为了将湖南地区的大米运往日本 特地修建了内港铁路和大型仓库 还修建了福建桥 结果群山内港的数百万吨大米被运往日本大阪和下官市 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朝鲜百姓反而没粮可吃 整用满洲来的杂粮和酒糟等湖口度日 现在各位所在的博物馆附近就是群山内港 这里的地名叫做藏米洞 就是因为储藏大米的仓库很多才会因此得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